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开心 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在香港在青少年服务中心担任街舞蹈师 服务超过50多个病人青年 透过舞蹈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让他们重回幸福的道路 我是2020年左右 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山区里面 好山好水吸引我到这里来 我又看到了很多就是乡村的儿童 他们是缺乏照顾的 大多数是性格比较孤僻 不太爱说话 那我想帮助他们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开设了舞蹈室 想用透过街舞这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去感染一些小朋友 让他们的宽松笑语重新打开自己的心怀 去接受一些新的事情 一 好 三 四 准备 我们的街舞的课程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上半场我们主要是讲的一些课程内容 包括街舞的一些认知 那下半场我们是做一个所谓的一个速度模式 他们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讲解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 由我作为一个传声筒 然后帮他们去转大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老师非常好 非常的温柔对待我们 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表演 拿过证书 奖杯 我也是内心下定决心的 要学好这个舞蹈 给我的爸爸妈妈争一份框 我现在目前在做的是有两个计划 一个计划叫舞动希望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街舞 那送进校园 带进校园 一个星期一节课 一节课大概是60分钟 还有一个叫典型计划 我们典型计划 不单只是做才艺培训这一块 那我们还有心理辅导 都是我们典型计划 必须要做的一个重点工作来的 我们是想号召更多的港澳青年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典型计划 花费它自身的价值 你们自己喜不喜欢跳舞啊 喜欢 港澳大丸区能够给予我更大的平台 那我们要抓住 创新的一个机遇跟窗口 创阅 祝梦 来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是能够把街舞呢 传到每一个乡村的儿童上面去爱动 然后青年加入到乡村振兴的队伍当中 能够把这些山区儿童呢 带到了更好的一个未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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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